我是维生杯的队长坤 乾坤 然后今年23岁 出生在福建省的一个 虽然只有十几万人的小县城 但是非常漂亮 非常山清水秀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这个人的性格呢 可能可以算是又理性又感性的一个人 如果从理性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可能就是思考问题的时候 会比较全面会比较思考的比较周到一些 如果从感性角度来说的话 我一个人的时候 可能眼泪会比较多一些 很多人可能对我的第一印象 是觉得我很温柔吧 但是我觉得 我自己应该可能算是一个 外容内刚的人 对 外容内刚就是 就是对大家 可能平时生活中 对大家算是一个 比较照顾的比较周到的一个大哥哥 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其实我平时对自己 其实管理还是算是 比较严格的 特别是工作方面 大家都知道嘛 摩羯座嘛 对 镜子嘛 镜子当然每天都照了 每天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情就照镜子了 对 然后从镜子里面看到的是我自己吧 对 但是是我觉得是 一点一点 一点一点在变得更成熟的自己 在我现在这么一个环境下 成熟我觉得应该是我必须要 应该要有的东西吧 因为毕竟其他的弟弟们 其他弟弟们还是那么的 永久的天真可爱 对 但是我想给他们一个就是 有我在就可以安心的感觉吧 对 然后但是呢 其实我还是想保留一点点那种 稚气童真那种东西 你知道 所以我也是经常会 跟我们弟弟一起打打闹闹闹玩 对 但是可能平时在镜头面前 不常表现出来 但是其实私下还是 比较喜欢打打闹闹闹的类型吧 队长这个职路我觉得 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小小的压力 对 但这个压力我还自己 还是可以承受得了 对 我想成为一个 不管做任何事情都要开心的人 对 我觉得不管是我自己 其他人也是 就是 在平时生活当中 能做自己也开心的事情 最重要的 还有包括 就是 不要去太在意 别人对你的评价 别人对你的看法 什么之类的 其实 做自己最好 怎么说呢 我以前其实有写过 写过一首歌的歌词 虽然是还没公开 但其中里面有一小段是 安密的夜绚热跳动的星空 为黄昏涂上色彩的太阳兜 有闪耀着特殊的宇宙不同 漂亮的歌词 其实这个歌词的意思也就是想说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相光点 每个人在每个人各自的领域 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 都可以降伴出它最耀眼的光芒 所以就是 做开心的自己就是好了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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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